大家好,我是爱鱼言神 我今天继续带给大家崩帖 远离成为版本弃子,焦丘命座直接送 黑天而成辅助了 崩帖2.4-2.5卡池规划有变 复刻角色调整,流营黄泉新造型曝光 不少玩家都在等后续卡池的消息 都在等即将进卡池的新五星角色 能给自己的队伍带来一些改动 不得不说,这次卡池的强度 在近期也稍微有点改动了 论坛上的,先当图一乐为准 先看一下2.4的V3抽卡整流版 焦丘0加0效果,命中有点不太好 只能当黄泉的虚构专拐 0加1焦丘的,有黄泉无脑抽 卡黑可抽,2加1为DOT专拐 云里则是1加1还行 新三月七三命起步 关于卡池复刻的安排 都说在2.4是霍火和黑天鹅 然后2.5复刻,应该是花火和真理医生 但近期名单中提到 整理医生估计大概率会替换成了黄泉 这么一来,直接让不少玩家感到激动 黄泉当初没捕命座 或者抽光追的,有点后悔了 但2.5卡池,强度也不会太低 有望成为最香卡池 焦丘的庄武 没想到不少玩家看到第一句话就是 24一张,这要别黑天鹅 那就直接太好了 卡夫卡和黑天鹅所组成的负面队 直接强度提升很多 近期负面队一直在不断提升 从之前的T1现在都到了T0.5甚至T0行列 然后就是,侯尤菲尔出了运动会主题星图 也就是刘盈,黄泉,真理医生新皮肤 展示在大家面前 不少玩家表示,刘盈这一身运动装太好看了 再说了,谁能跑过刘盈? 黄泉一改往日形象 现在黄泉也复刻在即 也算提前造势了 近期星团要好好囤起来 后续登场的几位角色,每一位强度都在线 不要轻易使用星团 近期崩帖的测试服也是,如约更新了云里的V3 作为一个在流营之后版本登场的角色 想必大家都知道云里的作用 但是在测试服改动出来之后 有不少玩家表示,云里直接被砍废了 但是小编却不这么认为 毕竟云里的反击模板是和克拉拉一样的 克拉拉在开服时期的风评,想必大家都知道 但是在后来的版本中,克拉拉的表现 可以说是扶腰直上9万里 仅凭克罗玉就能直接打穿混沌 所以说,各位玩家完全不必惊慌 云里的机制必然不会让大家失望 万一后面出了适合云里的队友呢 所以安心就好 同样,焦丘在本次测试服中也迎来了改动 最引人关注的一点就是 焦丘原来的二命DOT直接放到零命了 这么以来,焦丘可以说 即便在DOT队中也有发挥的余地了 但是令人没想到的是 有大佬在测试焦丘在DOT队的表现时 意外发现,焦丘作为一个辅助角色 拐的能力还没有黑天鹅墙 虽然两位角色并不在同一个赛道 但是小编还是觉得太抽象了 一个辅助角色和输出角色的辅助能力不相上下 大家可以看一下 0加0焦丘 VS0加0黑天鹅 只比较在DOT队 拐力 35%亿伤 VS20.8% 减防加部分覆盖的25%敌方回合一伤 焦丘小胜 但是在DOT队中的拐力差距不大 伤害 黑天鹅按平均9-10成奥基来算 倍率是焦丘灼烧的两倍 并且黑天鹅本身接近4000攻击 焦丘就算自拐攻击力 顶多也就5-6000攻击力 攻击力成倍率区被黑天鹅玩爆 黑天鹅还有自拐的增伤和无视防御 还有扩散的持续伤害 终上所述 0加0焦丘拐力略高于黑天鹅的同时 伤害被吊打 两人都在加一斤的情况下 黑天鹅拐力直接反超 焦丘这位角色 本身一开始 大家就都默认了 他是作为皇权的辅助 佩拉的上位替代上场的 但是经过测试扶飞3的调整 令人意外的是 焦丘反而没有VR适合皇权了 这就让人有点匪夷所思了 但是仔细一想 官方可能是在合理的控制游戏中的数值膨胀 毕竟皇权的强度 大家是知道的 在没有成型的队伍中时 就能在各个模式中 身处顶尖地位 现在再加上焦丘 皇权想必又将成为 各个模式顶尖的T0C位 所以这波调整 小编还是可以理解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